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今天谈谈《易经》第43卦 《折天怪》 这个卦注意看 这个上面这个窑 已经溃堤了 这个卦在跟你讲什么 如果你知道这个卦在跟你讲什么 对 已经溃堤了 那主要他要透露什么信息呢 他跟你讲 不利吉隆 利有优往 现在发动战争不好 但是 你现在马上前进是有好处的 代表怎么样 听好哦 不利吉隆 利有优往 现在作战不吉利 但是 你的部队前进是有利的 这句话就扯到战术跟战略的运用 自古以来 整个中国历史 只跟你讲一个事实 能战才能和 不能战就不能和 如果你战略要跟人家有 那叫投降 这个话在讲战争 在讲战争 不利吉隆 利有优往 表面上好像有冲突 其实不冲突 不可以 现在不利作战 不利战争 但是有利前进 你部队要部署前进 部队要部署前面去 然后呢 不利战争哦 为什么 以战指战 中国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以战指战 我跟你讲 没有免费的和平不可能 这个卦讲得很清楚 战争学院的话 很喜欢研究这一支卦 我们国家战争学院 为什么这支卦 就要跟你讲这种理论 能战才能和 不过他已经跟你讲 意境还是跟你讲 不利其隆 你现在马上发动战争不吉利 但是利有优往 还是可以去部署哦 为什么 你部署到那里去 虽然劳势动动 但是不会引起战争 反而是吉祥的 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 有什么好处 有啊 当然有好处啊 老师 当然有好处啊 我跟你讲 如果你在事业的发展上 站到这一支我跟你讲 这已经溃题了哦 已经溃绝了 注意哦 你要注意啊 注意什么 如果你不好好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第二 这个也会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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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灭亡了 现在目前的状况无比 你还占有优势 这个就是你自己 这个就是外面的状况 这个就是你的工资 就是外面的寄业 一样 易经它是非常合脱的 易经在跟你讲这个哲理 你要追这个女孩子 不要让这个女孩子认为 你根本就是一个宅男 你要让他认为你是欧巴 而且对他很好 相同的投资 报酬力下去的话 我跟你讲 你绝对也会得到最高的 有没有 有时候你就是这样子 这叫人性 这叫做宇宙之间的道理 能战才能合 不利己有勇往 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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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作战 但是有利于你军队部署在前线 什么意思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可以不用打仗 可以可是可以拿到很好的条约 很好的和解条件回来 再讲一遍 不利己隆 利有忧 这就是第四三卦 折天怪的含义 好 今天到这里